而每一届的猎盟团选拔的时候 都是有年龄界限 如果龙浩尘是他们的团长 就算比他们的年纪要大 应该也大不了多少才对 可是他穿的乃是代表着 至少八阶强者的 精金基座战开呀 而且在八阶骑士中 能够成为精金基座骑士的 无疑不是八阶骑士中的佼佼者 甚至是九阶神圣骑士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以韩宇和林欣差不多的年纪 能够成为一名精金基座骑士 就完全是没有可能的吧 至少在这个废长老的心中 他不相信会有这种程度的天才出现 而且这位精金基座骑士 还是代理圣骑士长 穿的也是史诗级的精金基座战开 那就应该是精金基座骑士中 最强者才对 而且还要对骑士圣殿 做出足够大的贡献 才能获此殊荣 上一代的圣骑士长韩浅 现在圣殿联盟中 完全是骑士圣殿店主 联盟盟主 养好汉的代言人 不过 废长老并没有问出 自己心中的疑问 一个是他的地位 还不能和龙好臣相比 另外一个呢 探查人家的秘密啊 不好 龙好臣的光属性 决定了他不可能是内奸 在这位长老的引领下 龙好臣三人被带到了 魔法圣殿的二层 分别安排在三个房间中 龙好臣三人呢 也算是一路封城 简单地梳洗一下 吃了些魔法圣殿送来的食物 三人便聚集在 龙好臣的房间内 魔法圣殿 对我们不怎么友好啊 何止是不友好 简直就是敌士 没想到 魔法圣殿和我们 骑士圣殿之间的关系 已经变得如此紧张了 这样下去 恐怕以后会出大问题的 现在有强敌在外 尚且如此 如果战争极数后 依旧这样 那么不用魔族攻击我们 联盟的内部 就已经不攻自破了 咱们骑士圣殿 和魔法圣殿之间的矛盾 由来已久 几乎每次圣殿排位赛 最后的决赛 都是在我们两大圣殿之间 进行的 魔法圣殿 一直被我们压着 他们能心甘情愿才怪 所以 在联盟的各种事物中 虽然不能说 处处与我们作对 但至少 关系绝对算不上好 等林仙来了再说吧 听刚才那位废长老的意思 林仙现在 在魔法圣殿的身份不低 希望 她能从中调解几分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外边传来了一个 恭敬的声音 龙好尘散任则是对视一眼 同时站起了身子 门外 一名青年法师等在那儿 看到龙好尘 立刻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当彩儿和韩宇 要跟上去的时候 却被这名法师给拦住了 圣骑士大大人 殿主有请 对不起二位 殿主 只是要见圣骑士长大人 你们先回房间休息吧 我去去就回 说不定 待会儿林仙就找来了呢 龙好尘跟着那名 前来相请的法师 一直来到了 魔法圣殿的顶层 顶层的入口 是一个高达三米的光门 穿过光门 龙好尘顿时吃了一惊 光门之后 是一片面积极大的 开阔空间 至少啊 要比外面看到的魔法盛点 更大得多 而且 魔法元素波动 在粘稠的同时 也是更加的纯净 巨大的厅堂 直径足有数百米 周围则是 一扇扇的门户 大厅中央 有着一个光芒闪烁的 魔法六芒星 那名年轻的法师 把龙好尘带到了 六芒星处 请您踏上魔法阵 就可以进入到 殿主大人的办公室了 那这一层 又是什么地方呢 这里的每一个房间 都是一个试炼厂 其中还有一些 是高杰法师的住处 只有圣魔导师 以上绪为的前辈 才能居住在这里 龙好尘 从这名年轻的法师眼中 看到了 毫不掩饰的骄傲 他也没有表示什么 一步跨出 就迈进了面前的 六芒星魔法阵中 光芒一闪 下一刻 他来到了一个单独的空间 周围尽是扭曲的光芒 水火土风光明黑暗 六元素的浓宇气息扑灭而来 只是凭借着视觉 是无法穿越 这些扭曲光芒的 龙好尘的精神力 释放开来 这才是阴阴感受到 这似乎是一个 单独的空间卫面 只是和自己原来的卫面 有着一丝 若有若乌的联系罢了 很强大的精神力 盛骑士长 如果愿意成为一名法师 成就 也一定会震惊使人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周围扭曲的光芒突然一变 一名面带微小的老者 出现在龙好尘的面前 周围虚幻的景象 也是变得真实起来 这位老者 身穿朴素的青色长袍 他这长包上 基本上是连一丝元素 鼓动都没有 手中也没法杖 看起来就是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老者 此人身材不高 腰围却是不小 胖乎乎的身体 配上了一脸的笑容 给人一种 十分和善的感觉 在老者身边 正是之前龙好尘 见过的风系魔法师 谈完 此时啊 正有些警惕地 注视着龙好尘 您好 李殿主 我是骑士圣殿 代理圣骑士长 京金十二号 这里有我们骑士圣殿 龙殿主的金笔信给您 一边说着 他微微躬身 向这位李殿主行礼 魔法圣殿的 这位胖敦敦教主 名叫李正直 名字很是老土 但实力之强 在整个联盟中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千万不要被他的 外表所迷惑 实际上啊 在联盟顶尖的强者中 就数他心狠手拉 当年 他曾孤身一人 深入魔族境内 先后在魔族六个行省 施展了晋州 魔神皇震动 请出了 月魔神阿加雷斯 追杀的万里 几乎是穿越了 整个魔族 至于说胜负啊 谁也不清楚 但至少这位 李正直殿主 现在还好好的活着 而正因为这个 才令他成为了 当代魔法圣殿的 掌权者 看着 躬身的龙浩尘 李正直眼中 流露出了一丝深意 圣骑市长 不必客气 里边说着 右手一抬 能够看到 澎湃的青色光芒 瞬间朝龙浩尘 奔涌而去 看似是要扶整 他的身体 但这清光冲击 在龙浩尘的身上时 那股推力之强 令龙浩尘 大吃一惊 他这是在试探过吗 龙浩尘本身 并没有太多的 争强好胜之心 但他身为 骑士圣殿的 圣骑市长 在这个时候 自然不能退却 身子 微微一凝 龙浩尘的气场 顿时出现了 微妙的变化 一层淡淡的金色 从精金基座 战海中蔓延出来 隐隐地 有着轻微的 嗡鸣声出现 这时 奇妙的一幕出现了 那清光刚冲击 在龙浩尘身上的时候 是全力地 推动他的身体 但随着龙浩尘身上 这层金光出现 这份冲击 就那么地 转化为了包裹 把龙浩尘的身体 围拢在内 青色 与金色交相呼应 看上去 说不出的奇异 和绚丽 女魔法师 谭丸 站在一旁 也是瞪大了眼珠子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人能够用这种方法 来化解老师的试探 龙浩尘虽然是 光束性的启示 但他此刻 却是感觉到 龙浩尘 已经完全融到了 李正直释放出的 风系灵力中 无分彼此 却又精卫分明 李正直这股灵力 也显然不可能 推得动龙浩尘了 李正直看到这里 却是赞叹一声 好啊 不动如山 您刚自首 灵力内运 如果 我没感觉错的话 升七师长这个技能 应该是自创的 利用元素共振的频率 达到与我的 风系灵力 同一频段 从而使得 我这没什么 攻击力的灵力 与你的灵力 融合在一起 更令我惊讶的是 你这个技能 居然可以和 神域格导结合 并且 你身体适用出来 真是让人惊叹了 看来 骑士声点 又要出一位 绝世强者了 真是让人羡慕 李店主谬赞了 您的实力 才是汪洋大海一般 我只不过 是一夜偏周罢了 哈哈哈哈 来 让我看看老龙 在信上都写了什么 一边说着 他抬手向龙浩尘的 方向一招 一道青光化为了 洗绳状 轻轻地 卷在了龙浩尘 手中的卷轴之上 轻轻一旦 卷轴便朝着他的方向飞去 正所谓 细微之处 见真章 虽然施展的灵力很少 但却将灵力用得 如同一条灵石一般 远转自如 而且啊 没有半分的灵力外溢 这份控制力 龙浩尘 也是生平谨见 圣明知晓 无虚实 这位李店主的实力 给了他一种 深不可测的感觉 李正直抬手 在卷轴上连电 根本没管龙浩尘 要开启卷轴的方式 手中的卷轴便已经摊开 千万不要小看他这几下啊 他这看似简单的几下 却是迫及了一个 魔法卷轴的法阵 而且 这法阵 可是视为神隐骑士的 龙天隐制作的 而且 龙浩尘能清晰地感觉到 李正直 并不是在故意卖弄 而是很自然地 用自己的灵力 做着日常的事情 他体重这么大 也就很好理解了 灵力啊 几乎帮他做了所有的事 身体不怎么动 自然会有脂肪堆积 这胖啊 也就成了自然 打开了卷轴 李正直看得十分认真 足足看了有几分钟之久 而且 他的脸色啊 也在随着 对卷轴的阅读 而不断地出现着变换 喝上卷轴 他直接闭上双眼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拌上之后 这才是睁开了眼睛 你先出去 我和盛骑士长 有些话要说 谈完一愣 他是李正直的嫡传弟子 也是唯一的弟子 别看这个李正直外表 胖嘟嘟的 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但他却甚知 自己这位老师骨子里 那可是傲气十足啊 更是被誉为 魔法圣殿 千年以来的第一天才 老师今年不过是六十几岁 已经超越了 历代魔法圣殿的前辈强者们 要是论修为 就是骑士圣殿的三大神隐骑士 也未必是老师的对手 之所以只有一个弟子 也是因为在魔法圣殿 年轻一代中 只有他的天赋 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而且也和老师一样 都是风属性 看到老师此刻脸色中 带着一分凝重 谈完立刻就明白了 眼前这位骑士圣殿的代理 圣骑士长绝不简单 否则 老师又怎会如此重视 谈完也继承了 李正直骨子里的那份高傲 因为年纪太小 对这份傲气隐藏得不怎么好 经常会流于表面 但这却不代表他不聪明 正相反 他的聪慧和天赋 连李正直都经常称赞 听了老师的话语 他只是略略惊讶地 看了龙皓臣一眼 便立刻乖巧地答应一声 走向了侧面 在一阵扭曲的光闻波动中 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看到徒弟走了 李正直的脸上重新挂起了那份 人畜无害的微笑 现在可以摘下面具 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了吧 骑士圣殿的光明之子 骑士圣殿龙皓臣 见过店主 看着龙皓臣的年轻的 过分的英俊的 超群的面容 李正直呢 便是微微一争 虽然他很好地掩饰了 自己的情绪 但内心的震撼 却依然是极为强烈 龙天隐在信中写得很清楚 龙皓臣是他的嫡孙 而且也的确是被正式任命为了 骑士圣殿圣骑士长 同时 骑士圣殿 也已经同意他重组猎魔团 希望能够得到魔法圣殿的帮助 如果嘉陵官有什么需要 也可以为嘉陵官的战斗出一份力 但为期不超过三个月 虽然在信中 龙天隐并没有提及龙皓臣的修为 但以李正直对龙天隐的了解 他明白 以龙老头的倔强的个性 哪怕是他的亲孙子 如果实力不足 也绝对无法穿上这身 精金基座战开 再加上 他现前的试探 已经能清楚地感觉到 龙皓臣的修为 确实是在八戒之上 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身上散发出的光元素 纯净的程度 乃是李正直生平仅见 灵光内晕 虽然相貌英俊 但他的眼神却十分地平和 就像是已经修炼了四五十年的职业者一般 那份气质是自己的宝贝徒弟 无论如何也无法比拟的 微微地叹息一声 李正直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本以为在不久之后 魔法圣殿有取而代之的可能 看来依旧是不可能了 其实圣殿的运气 这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呀 我本来也没有感觉到